16日下午 伊能静在微博分开发声 抑制自己即便与前夫于成庆离婚多年 却仍然有许多人旧事重提 且始终对他恶意相向 他还透露自己早已问候对方 并称我们彼此都有在意的对象 也都各自有正能量的美好生活 一暗示于成庆已有新恋情 事出有因 伊能静近日宣布 被小十岁的秦浩求婚成功 并将于明年2月结婚 而16日 前夫于成庆则被爆 因心脏问题在医院动手术 就因这一看似巧合 就令有一些人拿两人的现状对比 更有传闻称 于成庆是因为前妻再婚 受到刺激才生病的 面对长久以来的扣舌是非 伊能静终于在微博分开发声 这一句感叹好 天天就伤重提 就像母亲在孩子伤好多年 还天天哭孩子可怜 那不是爱 是伪善 真爱一个人会给他力量 即使对方提 也会微笑说过去了 未来会更好 他那么坚强温暖的强者 你们却要他当弱者 才是压力来源 他要阳光 你们却拼命拉他黑暗 他要尊重 你们却要仇恨 他要未来 你们却只要过去 这不是爱 在长微博中 他还表示 两人虽离婚 但始终为了孩子 维持和谐朋友关系 却一再被外人评论是非 而这些主观判断 并非出自两人本意 时间过去多年 两个没有缘分的人 努力为孩子做朋友 彼此尊重 为什么根本不懂内情的陌生人 偏要他们彼此仇恨 孩子牵动离异父母 不是一段时间 是一生 当事人不开口 外人没资格介入 那些什么 都往我们彼此牵扯 往恶意上引导的 才是真正的恶意 长微博最后 他更是果断声明 将保留一切 法律追溯权 目前他已删除微博内容 之后 伊能静再发微博 祝所有人平安健康 不知是否隔空 为前夫送祝福 16日下午 伊能静在微博 愤慨发声 抑制自己 即便与前夫于成庆离婚多年 却仍然有许多人 旧事重提 且始终对他恶意相向 他还透露 自己早已问候对方 并称 我们彼此都有在意的对象 也都各自有正能量的 美好生活 一暗示于成庆 已有新恋情 事出有因 伊能静近日宣布 被小十岁的秦豪求婚成功 并将于明年2月结婚 而16日 前夫于成庆则被报 因心脏问题 在医院动手术 就因这一看似巧合 就令有一些人 拿两人的现状对比 更有传闻称 于成庆是因为前妻再婚 受到刺激才生病的 面对长久以来的扣舌是非 伊能静 终于在微博 愤慨发声 这一句感叹好 天天就伤重提 就像母亲在孩子伤好多年 还天天哭孩子可怜 那不是爱 是伪善 真爱一个人会给他力量 即使对方提 也会微笑说过去了 未来会更好 他那么坚强温暖的强者 你们却要他当弱者 才是压力来源 他要阳光 你们却拼命拉他黑暗 他要尊重 你们却要仇恨 他要未来 你们却只要过去 这不是爱 在长微博中 他还表示 两人虽离婚 但始终为了孩子 维持和谐朋友关系 却一再被外人评论是非 而这些主观判断 并非出自两人本意 时间过去多年 两个没有缘分的人 努力为孩子做朋友 彼此尊重 为什么根本不懂内情的陌生人 偏要他们彼此仇恨 孩子牵动离异父母 不是一段时间 是一生 当事人不开口 外人没资格介入 那些什么都往我们彼此 16日下午 依能静在微博分开发声 抑制自己 即便与前夫于成庆离婚多年 却仍然有许多人 旧事重提 且始终对他恶意相向 他还透露 自己早已问候对方 并称 我们彼此都有在意的对象 也都各自有正能量的美好生活 一暗示于成庆已有新恋情 事出有因 依能静近日宣布 被小十岁的秦豪求婚成功 并将于明年2月结婚 而16日 前夫于成庆则被爆 因心脏问题 在医院动手术 就因这一看似巧合 就令有一些人 拿两人的现状对比 更有传闻称 于成庆是因为前妻再婚 受到刺激才生病的 面对长久以来的扣舌是非 依能静终于在微博 愤慨发声 句句感叹好 天天旧伤重提 就像母亲在孩子伤好多年 还天天哭孩子可怜 那不是爱 是伪善 真爱一个人会给他力量 即使对方提 也会微笑说过去了 未来会更好 他那么坚强温暖的强者 你们却要他当弱者 才是压力来源 他要阳光 你们却拼命拉他黑暗 他要尊重 你们却要仇恨 他要未来 你们却只要过去 这不是爱 在长微博中 他还表示 两人虽离婚 但始终为了孩子 维持和谐朋友关系 却一再被外人评论是非 而这些主观判断 并非出自两人本意 时间过去多年 两个没有缘分的人 努力为孩子做朋友 彼此尊重 为什么根本不懂内情的陌生人 偏要他们彼此仇恨 孩子牵动离异父母 不是一段时间 是一生 当事人不开口 外人没资格介入 那些什么 都往我们彼此牵扯 往恶意上引导的 才是真正的恶意 长微博最后 他更是果断声明 将保留一切 法律追溯权 目前他已删除微博内容 之后 伊能静再发微博 祝所有人平安健康 不知是否隔空 为前夫送祝福 16日下午 伊能静在微博 分开发声 意指自己 即便与前夫于成庆 离婚多年 却仍然有许多人 旧事重提 且始终对他恶意相向 他还透露 自己早已问候对方 并称 我们彼此 都有在意的对象 也都各自有正能量的美好生活 一暗示 于成庆已有新恋情 事出有因 伊能静近日宣布 被小十岁的秦浩求婚成功 并将于明年2月结婚 而16日 前夫于成庆则被报 因心脏问题 在医院动手术 就因这一看似巧合 就令有一些人 拿两人的现状对比 更有传闻称 于成庆是因为前妻再婚 受到刺激才生病的 面对长久以来的扣舌是非 伊能静 终于在微博 愤慨发声 就一句感叹好 天天旧伤重提 就像母亲在孩子伤好多年 还天天哭孩子可怜 那不是爱 是伪善 真爱一个人 会给他力量 即使对方提 也会微笑说过去了 未来会更好 他那么坚强温暖的强者 你们去